当初有多少人喜欢红蜘蛛是因为他可以变形为F22母亲战机 其载具形态和他空军指挥官的身份到十分比赛 虽然威震天嘲讽红蜘蛛连一次像样的野餐都组织不好 但每次执行任务都会将他带在身边 我的野心和你一样大 威震天 你连祖的一次骑马的野餐都不行 在威震天战死之后 堕落金刚便将霸天狐领袖一直交给了红蜘蛛 就连以前他的上司军事指挥官震荡波都要任其调棄 威震天复活后发现红蜘蛛顶替了自己的位置也没把他一决后患 由此可见红蜘蛛的过人之处 加上他一直有谋权篡位的野心导致威震天又挨握 所以尽管红蜘蛛的实力在强 他的地位在霸天虎阵营中却连前三都排不到 红蜘蛛作为空军指挥官 其飞行速度是霸天虎中最快的一个 因此他更善于突袭和打游击战 能凭借自身高超的机动性和空战能力 将一群F-22战机玩弄于鼓掌之间 不知道当初偷袭威震天的战机中有没有他的火 此外红蜘蛛还是一名研究地质专业的科学家 与天火曾是同事关系 文武双全的他不甘于现状想要取代威震天成为霸天虎的领袖 可因为实力不足加上人脉上的尴尬导致与次失败 于是他制造了一支忠于自己的战车队 其中包括指挥官袭击和先锋战士炒帽 以及爆炸旋风诈骗一共五头霸天火 他们可以组合成新的变形金刚混天暴 而威震天之所以将红蜘蛛留在自己的身边 一方面是提防他的野心 另一方面则是稀采 在真人电影中红蜘蛛竟然死于人类男主山姆之手 可能这也证明了击败他的只有主角光环吧